大家好,我是中老师 今天分享一个我最爱用的内通法 就是油腐 油腐被称为人体健康的万能补药 人体腹部为五脏六腐之工程 阴阳气血之发源 经常按油腹部,对身体的好处很多 不过腹部是有很多穴位、经脉 怎么油,其实很讲究 一,油起腐,粗排便 油起腐时两脚相叠 以肚脐为中心做顺时针按油 速度要油缓,用力要均匀 然后我们以肚脐为中心 逐步扩大到整个腹部 然后顺着肚脐为中心又油回到肚脐 如此反复油按一直做五分钟 在油腐期间出现腐内温热感、饥饿感或有变异及强龄排气 均属正常现象 不必过于担心 每天早晚各油一次 可以加快大小肠的蠕动 可以加快大小肠的蠕动 促进排便 预防和消除便秘 很适合中老年人做 二、推效腑输干气 推效腑时两脚从两肋有根处开始 从上往下推上小腹 以及两肋 长根用力 反复推磨 一直推五分钟 两肋是干气容易郁结的地方 经常推摸消腹 两肋 可疏干理气 缓解情绪问题 导致干预气节 最适合女性做 三、油瓦腹 健脾胃 两脚相叠 从胸口开始 眼小腹按油 然后两脚分开 眼腹骨钩 上两侧按油 再沿两类 向上 经有根 到达松口 按照环形路径 反复有五分钟 按摩到重点穴位时 可以侧重按一下 特别是中碗穴 中碗穴具有 健胃消食 输干氧胃的作用 胃不好的人 可以强压 脾胃好了 自然 胃口好 消化吸收好 人的气色 也跟着红润 不易生病 油腹的好处 虽然很多 有些情况下 是不建议油腹的 过激 和过饱的状态下 女性 妊娠期间 腹部有疾病的情况下 都是不建议油腹的 好 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